大家好,我是小江,一个人搞量仔 现在的话上午11点18分 又是停闹钟才起来的 这几天晚上的话都睡得比较晚了 习惯了晚睡 回到了东莞的那个生物钟老卡 这个房间的话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第二个的话 这个房间网数比较差 这个地方 今天的话 打算换个旅馆吧 这50块的 这边旅馆挺多的 招待所也多 我的天 今天38度的高温了 昨天也是高温 特别晒 现在这边晚上都有20多度 不知道怎么办 这几天都不能走 再过几天的话 好像有下雨降温了 会降到30度 现在后面吃个饭吧 真的把人晒得不行了 我都想冲个凉 把这个换成短袖吧 还有一个短袖 吃点啥子 有下雨降温了 有下雨降温了 所以有点小高温 我的天 我的天 有两半四四五 四块 炒盖饭 你看他的表情吧 来了个香菇 炒肉 盖饭吧 还可以的 iği带伤柳吧 这个 我有 这 两天 带巳 主持人 兄弟们 expectations 开饭ла 炒不到 你咋 而且 �三 然后 咋 rhe 咋 这个比较热火的还可以 刚刚在后面吃了一个香菇炒肉盖饭 消费14块吧 消费的话一般不按 中规中矩吧 就盖饭比较划算 其他的比较贵 还好吧 刚吃个饭吃的满头大饭 太热了 今天不知道要不要找一个单间的 就是在厕所那种单间 我都想起锅烧一下油 因为这边买菜方便 哇 这个座位已经晒到烫的 不能摸了 真的太烫了 在这个树形下面躲一下太阳 这个地方吃饭呢 买东西啊 包括买菜都挺方便的 给大家看吧 这家宾馆不错吧 哦 有电梯的 这家是标准的宾馆了 不过我看了一下他在停业 装修 还没装修好 两个月了 两个月了 对 就出来溜达一下嘛 对 就相当于放个价出来 玩一下 来溜达一下 哎 这几天太晒了 哎呀 还缓一下 缓一下 缓一下 缓住 搞得要中手了 嗯 给大家看吧 这是二楼 换了一家招待手 这个东西的话 都挺黑的 这个厕所方便 有热水吧 应该有吧 哦 房间的话 这样的 有个空调 空调不让用的 应该是这样的 嗯 老板是一个亲切的阿姨吧 挺好的 哎 挺聊到来的 他说这边 有那个重庆的 桂林的 在这边住了三个三个四个月了 房间在这里 哦 这边是卫生间吧 这个房间采帮比较好啊 没有那个50的凉快啊 没有这个风扇 根本就扛不住 空调应该是不让开的 那这边衣服 晒在这里的 挺好的 我到时候也晒在这里吧 还养了花啊 啊 挺不错啊 我那边有房间 这个房间的话 哇 这个房间是最低的 嗯 这个三十 有风扇 明天可能换到这里了 这跟之前一样 只有 二楼的 是住宿 三楼都没有 你看吧 隔离间 只有二楼 跟上市那个旅馆一样 啊 现在下午两点多了 现在这么热啊 这外面感觉温度有四十多 超晒啊 因为它这边紫外线比较强 是那种干热 烧烤模式 跟南方不一样 南方那个太阳光没有这么烫 又来到了这家那个 生活超市 现在这个地方晒不到 然后他们在这里打牌干嘛的 买点菜吧 买点水 我靠 这里面开工掉了 好凉快 这还有水果 蔬菜 买点菜 这粉糕只是啥玩意 没吃过 哇 这边有火锅底料之类的 刚才那个全是冻品 没法买 你看吧 这边的菜跟这边的这个火锅 它那个价格不一样 哦 总到37块2 准备回去了 刚才整了点喝气又很活 没法买呀 靠 这边没有那个菜市场 哎 新会街那边的话 好多百坛卖菜的 这边没有了 哎 不管了 不管了 哎 没办法了 哇 那个外卖小哥猛啊 装两个箱子 你看吧 特别猛 好 先来看吧 37块2 看一下我买的啥 我还以为那边有新鲜猪肉卖的 看来是我想多了 哎 买不到 买了一个这个作为主食吧 一个两拌菜 这个日期是新鲜的 新和城那个粉糕纸 准备煮一个火锅 感觉没什么好买的 这个这个纸片 一点点小生菜 这个的话 科技很活 动物货 真的除了这个没啥买的 买了一点 没买多少 这个是最 最小的那个火锅 这一块好大呀 估计 这个一块都用不完 这个 差不多7块2 还一瓶大水 这个消费的话怎么样 哎 然后的话我把衣服拿上来了 这是之前新买的裤子 还有那个 长袖 这个都是超薄的 夏天穿的 我那个短袖的话 翻了几遍都没找到 摸了几遍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卡在底下还是丢了 不管先穿这个吧 这个厕所的光线有点暗了 我把我那个灯泡拿出来 真的要冲凉了 我记得我上一次冲凉的话 真的 有11天了 时间过得好快啊 不经意 真的 这边的话 有个盆还挺方便的 这边的话 确实是 这几天太热了 38度 跟南方一样的温度 靠 你看这个对比吧 多么夸张 晒成这样了 真的要把这个包浆刮一刮 把这个伸腿动一下 王八 我已经好久没有刮这个胡子了 给它弄一下 真的 我刮掉的话 可能就年轻很多了 真的 我靠 哇 剪一下吧 好久没剪了 几个月了吧 我都说了我18 真的 我说我18岁 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点 其实 人只不过比18岁多一点而已 也差不了多少吧 你看我这个皮肤 只能可能30多 这一点点的 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的话好了 穿上这个新衣服 这剪了胡子之后感觉没灵魂了 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乖乖的 因为我的嘴巴比较疼 然后这个鼻子塌了 很怪 反正不怪了 反正两个星期就会长回来了 不管 每次一剪的话 都很多人都说没灵魂了 没办法 那个衣服的话晚上再洗吧 现在不想动 睡一会疯吧 明天的话打算换了个三十块 什么情况 外面已经刮起大风了 我靠外面已经刮风了 鬼户难嚎的 你看那个天色吧 真的是恐怖啊 我刚才的话 去外面把车子抬上来了 抬到那个大厅了 只能外面下雨了飘雨了 我靠天气一报说大晴天 怎么还还打雷下雨 挂大风了 天气非常恐怖 夏天强对流天气 所以我夏天一点都不想起心 现在快下午五点了 外面已经黑下来了 因为 又下雨啊 乌云密波 这光线的话还可以 一包这个火锅底辣两个90 这个有多呀 估计一个太多了 整理到一个应该差不多了 先把这个整理到 这个动货 用小火慢慢搞吧 不管了 刚才的话 我都没注意到 已经开了 刚才完了回手机 我这个很耗贼 整理到 不要 再一点就搞了 刚才又整了一点点火锅底辣在里面 这颜色差不多 够了 不用加别的调料了 整点这个生菜进去 有荤有树 给它中和一下 它太辣了 哇 差不多吧 稍微煮个两分钟就差不多了 哇 给大家看 黄色的 红色的 这颜色还可以 这颜色还可以 稍微放一下 太烫了 好久没有做饭了 兄弟们 开饭了 刚才稍微放两个印象 太烫了 最近天气 不稳定 要不是高温天气 要不是狂风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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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 还是停一停吧 不能跟老天作对 每年一到夏天 我的状态就不好 你看我的 我从四月份开始状态就不好 去年是这样 明天这一日 这个人就不想起 烦躁 天干雾躁 心情烦躁 也没法理 外面消费也高的 像冬天的话 我有时候要隔一个星期 或者更久才做一次电 现在的话不行 现在的话基本上无法露营 除非找那个档 档太阳的地方 这边不好找 刚好这味道 就是有一点点 轻微的辣吧 你像这种的话就是合计 我是买了一个 这是 里面很活最多的一个 不过味道是还可以 就不能经常吃 没办法 你只能等到秋天了 现在早起来没有用 按这个门都一次半个降不下来的 因为这个季节 没有个太阳直射 直射那个北半球吧 现在打半球 现在打半球是冬天 不管了 我感觉我关胡子感觉年轻了不少 但是很多人说 没气质 就没 没灵魂了 我靠没办法 这个的话是那个粉浩子吧 没什么味道 都可以炒来吃 有味道 像他不吸那个调料的味 不吸那个火锅底料 我来讲 口感跟那个土豆很大 还差一点 我本来想买个小猪肉炒个小猪肉吃的 没想到那个那个生鲜槽是没有啊 其实那个冰冻的那个 我本来想买个小猪肉炒个小猪肉吃的 鱼啊 鸡腿啥的 那可算了 那不知道冻了多少个月了 明天可能换个便宜的房间吧 三十块的还是可以的 反正的话忍一忍 到了秋季就好了 今天又是 难搞的一天